俄乌战事持续 俄罗斯国防部承认 俄军在克里米亚的一艘大型登陆舰 26号的凌晨遭到了乌军空袭受损 造成最少一死四伤 当地交通也受到影响 部分街道需要关闭 另外乌克兰公布修订征兵法律草案 提降低征兵年龄到25岁 乌克兰空军表示 在当地26号凌晨约2点半 向克里米亚港口城市 菲奥多西亚发射空机制导导弹 摧毁了俄罗斯舰艇 辛切尔卡斯克号 网上视频可见 现场伙势非常猛烈 俄罗斯方面就证实 大型登陆舰辛切尔卡斯克号 在乌军一次突击中受损 俄罗斯国防部就称 在菲奥多西亚驻博点 击退乌军攻击过程中 辛切尔卡斯克受损 在双方防空战斗期间 防空系统摧毁了两架乌军飞机 据报国防部长邵一谷 已向总统普京简报相关情况 另一方面 俄军南部军区的空降兵 利用无人机空袭乌军阵地 消灭部分步兵 俄军称有乌军人员逃出 试图躲在武器装备旁边 但最终仍难逃 俄军两台无人机的打击 估算乌军损失约两个步兵班 此外 俄军在巴赫木特攻占乌军阵地掩体时 发现并击毙乌军多名军人 俄方称 其中两人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雇佣兵 相信在有关地区 有60至70名哥伦比亚雇佣兵 另一方面 乌克兰最高拉达网站早前公布一项 关于修订部分动员 军事登记和服役相关立法的法律草案 详细说明哪些乌克兰公民 需要进行应征入伍登记 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总结了草案的关键条款 其中就包括将征兵年龄下限 从27岁下调至25岁 除了征兵之外 乌军也面临弹药短缺问题 美国媒体报道 由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援助区域停滞 弹药问题变得更严峻 有在扎波罗热作战的士兵表示 乌军对发射的炮弹数量有限制 目前每天只能向目标发射10到20枚炮弹 相比起过去平均发射50枚 甚至高达90枚大幅减少 金融10枚炮弹根本不足以抵挡俄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